中国女篮结束了亚运会小组赛的首场比赛,面对她过女篮,中国女篮没有遇到挑战,110比42轻松迎来麦开门红,这一战,中国女篮总共有6人得分上双,比赛的第一节基本上就定定了全场的基调,第一节中国女篮30比7领先了23分。 现在的中国女篮内线在亚洲优势还是不小,两大内线里月入得到15分6篮板分助攻,还是得到11分9篮板五代貌似助攻,然而,在外线,女篮依然在寻找苗栗杰的接班人,让人遗憾的是,曾经的苗栗杰接班人赵爽,因为伤病无缘了这次亚运会,其实,随着新一代女篮外线球员的成长, 赵爽已经逐渐被人遗忘了,很多人知道赵爽是因为她的美貌,赵爽有着女篮第一女神之称,亮丽的外表,再加上模特身材,赵爽多年来一直有着女篮投号美女的称号。 可是,赵爽在球场上的高度,始终无法达到她颜值那样的高度,1990年出生的赵爽如今28岁,也算是女篮一名老将了。 随着年龄的增大,赵爽也是越来越频繁光顾赵爽,在去年的亚洲杯上,赵爽大腿严重拉伤,这让她缺席了上赛季WCBA的比赛,一整个赛季都爆销了。 如今,赵爽还在养伤的过程中,最近,赵爽也是发微博表达自己对赵爽的无奈,打一年写两年说,的就是我了吧。 不过,无论我现在有多后悔,甚至发了不下三千遍的牢骚,如果时间回到刚受伤,的时候,我可能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。 我想,我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,如今在亚运会的赛场上,已经没有机会看到赵爽的身影,这无疑是一种遗憾,已经28岁,倒受伤病困扰的赵爽恐怕,也已经走到了退役的边缘。